這是我們期末專題大概要做的東西 OP&NF 電話 我們當然不會說像其實一種複雜 最主要的幾個plus 我再講一次就是 前面就是differential pair 就是各位可能馬上就要學到底 就是它是一個插龍出路 它有一些重要的特性 然後中間這個 這個幾點在電子學二不會上到 它應該會在 大三電工系的那個 Introduction to AIC 它會講到這個 那個好像這個 加這個幾點的用意是 做那個pulse splitting 可以把那個 頻寬 不是啊 face function再增加一點點 OK 這個大家都聽不懂沒關係 我在講什麼 就聽不懂沒差啦 OK 然後 後面的offer stage 其實各位在那個 各位應該是電學二不會上到 不過我們時間會 時間會交 在大概偏期 期中之後 然後 然後 複習一下那個 impedence 就是那個 各位在那個電路學上也上過的 就是那個 主抗 對 要主抗 然後 要注意的是 R C L 這三個不同的 不同主抗的特性 對 然後 以及它 這些主抗對頻率的關係 對 然後 嗯 複習一下 這是 頻率大的話 頻率大 那個輸入 輸入頻率大的話 它的主抗會比較 小一點 可是電感相反 輸入頻率大的主抗會大 OK 好 下一頁 OK 那數學公式 各位回去 我已經把它放在那個 客棧網頁上面了 所以大家回去複習一下 OK 好下一頁 OK Transfer Fund 這非常重要的東西 壞壞壞壞壞 那個 這是非常重要的 重要的 重要的 功 這是General Fund 當然我們不會做到這麼複雜 那麼多幾點 那麼多 那麼多零點的 系統 通常我們都只有 我們這月期應該就做到兩個幾點吧 就是我們Level 1是做到 兩個幾點 就是Second Order 對 做到兩個幾點 就頂多兩個幾點 兩個零點 就頂多就是這個樣子 OK OK 下一張 那我們有 有了Transfer Function 然後 假設它是 一個 Steady State OK 在訊號語系統會講 但是它是一個Steady State 的狀況下 那 它會 你就可以去觀察它的 它的頻率響應 那 剛剛 上一頁的那個 S的地方 都可以用 J Omega 帶進去 OK Omega是腳頻率 其實腳頻率跟 實際上的 Physical Frequency 只差一個二拍 對不對 就是 Omega 就是這樣 然後 頻率響應是 我們觀察一個 系統非常重要的 一個 一個 一個指標 一個 一個 怎麼講 一個韓式 讓我們可以去了解這個系統 然後 各位在訊號的系統裡面 都會學到 呃 在講什麼 Impulse Response 就是一個系統 Impulse Response 跟 那個系統的 Frequency Response 會有怎樣的關係 就是這樣 OK 好 現在這樣 那 註習一下最簡單最簡單的 一個RCD 這是一個RCD通路的器 然後它有一個 呃 這個差異就早跟我講話了 所以它有個幾點 它有個幾點 再來 在 RCD分機這個地方 對 RCD分機這個地方 那 你的腳頻率 等於RCD分之一的時候 OK RCD分之一的時候 你的正幅 你輸入頻率的正幅 輸出頻率的正幅 輸出頻率的正幅 會是輸入頻率的 根號分之一倍 根號二分之一倍 就是 那 那個頻率 我們就叫做它 是3dB點 負3dB點 因為 你的頻率 因為你的輸入頻率 好 好 好 重來一次 在 你輸入訊 你把它當作一個系統 你有一個輸入訊號 然後你要觀察一個輸入訊號 OK 那你輸入頻率等於 輸入了腳頻率等於 RCD分之一的時候 輸入頻率等於 RCD分之一的時候 你輸出頻率的正幅 會是輸入頻率的正幅 會是輸入頻率的正幅 的根號分之一倍 那根號分之一 經過一大堆的轉換 換成dB的表示的話 是-3dB OK 那這個頻率 我們叫做-3dB的頻率 OK 那它可以當作一個觀察 一個系統頻寬的指標 對 OK 那 要怎麼樣去計算 你的 那個 Ferency response Ferency response Ferency response 可以拆成兩個 一個是正幅的變化 一個是 那個角度的變化 OK 那正幅的變化 就是你的 Transform 對 你的 Ferency response 取絕對 取絕對值 對 Ferency response 取絕對 這個Ferency response 是這個東西 把它取絕對值 還是一個 Omega的函數 雖然它是 雖然這是一個 複數 OK 那 想一下 OK 那 這個 取絕對值的結果 就是在這裡 OK 那 Omega0就是R1分之1 那 那 一個Sign波 它除了震補以外 它還有一個相位的問題 就是 這個 這個 這個Sign波 那個相 那個就是會delay 或者是 或是領先 或者是 落後 那個 各位之前的時間都有做過 那 對於領先 或者是落後 那 就是要去取 Trends function的角度 因為 這是一個複數 複數 它是帶有角度的 對 複數帶有角度 然後 角度的表達方式是用 大家不認識用tangent 當然你可以用cos 或者是 cos 或是 oxine都可以 但是只是一個 表示的notation而已 好 下一張 最重要的是 Omega0等於Rc分之1的時候 你的正幅是0.707 就是-3db 你的正幅 你的正幅 會比最大的正幅 少3db OK 那 你的角度呢 會剛好 -45度 會剛好45度 OK 那 這都是很重要的 參數 這都是很重要的 這個頻率非常重要 OK 就這樣 好 OK 那我稍微講一下波德圖 稍微講一下波德 就是 各位之前在學 電錄學 我不知道電錄學有沒有 給各位看頻率的響應 那如果各位沒有看的話 就是看虛擾系統 這個在第 如果各位是用Simon Hacking的話 應該是在第四張吧 就在第四張那邊 然後 或者是你們可以看那個電子學課本 最後一些那個輸入上面 嗯 基本上 1的話 就是 1的話 輸入訊號等於輸入訊號 那 正幅沒有改變的話 正幅沒有改變 那我們就說 它 沒有放大 那它就是0db OK 那 剛剛那個系統 剛剛那個系統 給大家回想一下 一顆R一顆C 它 它是一個自動輸入訊器 可是它 不是一個主動元件 它不會把 它不會把 它不會把波 給放大 OK 那 經過了一個幾點 OK 我還是講結論好了 經過了一個幾點 這個 的斜率 是 經過幾點是 Omega0 經過了幾點 它這個下降的斜率是 每 差10倍 下降20dB OK 少20dB就是少十分之一 就是 你 你3dB 你輸入訊號 是 輸入訊號的頻率是 3dB頻率的 10倍的話 你的正幅會只剩下 大概 0.1左右 是這個意思 以此類的通常 100倍的話 就是-40dB 就是一百分之一 一樣的意思 OK 下一張 角度最後 我沒有看 這個回去自己看 五色部分 回去自己看 下一張 好 就是 通過一個 好 先不要管這些就好了 就 因為大部分我們都是看Pole OK 經過一個Pole 少 20dB 然後 在Pole的那個點 頻率 就是 那個角度就是 delay45度 造成一個45度的delay 下一張 OK 回去自己研究 下一張 折折復習 這上學期就講過了 那個圖都是 那圖是這個助教 好 OK 那個 我在起問考的時候 改過一大堆奇怪怪的 那個 濾霍器的名稱 所以 濾霍器就三種 好不好 呃 四種的關係 high pass low pass hig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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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ss 就不要彈好不好 OK 那是比較特利一點的東西 那 基本的 濾霍器我們會看到 就是 low pass high pass high pass OK 不要再寫奇怪怪的答案 我一定會把你平掉 OK 下一張 那 回收的概念 各位在後面的章姐會 會學到 那我們今天比較討論的是 是 負回收的部分 因為我們算是一樣 我們把它 op 這個地方 我們 濾霍器這個東西 我們還是可以把它當作 放大器來看 OK 就是有些東西把它放大 有些東西把它濾掉 OK 那 正回收是下個 像lamp 2的東西 OK 那 Feedback的概念就是 我在 輸出端取一些 電壓或是電流 然後把它混到 輸入端 進去 然後 經過一些蘇理之後 讓這些 讓這些 讓系統可以穩定一點 那我們這個 例子 我們可以在下面 看得到 OK 下一張 那 開回路 開回路 這個圖可以在 那個 17741的電壓碎上面 看到 OK 那各位回去自己 稍微查一下 他 各位可以發現 OK 這是一個頻率的強 就是 他開回路頻率強硬的圖 他 雖然他的 增益很高 在106dB 表示說 他開回路增益有到 10的五十方 6dB 6dB的話 6dB是幾倍啊 2倍 4倍 好像4倍的樣子 3 3 4倍 他大概是40萬倍吧 開回路增益有40萬倍左右 那 經過了 這一個 各位看一下 經過了一個幾點 就是他有一個 他有一個幾點 在 大概10赫兹左右 然後 他會成一個 一樣 這是一個博德圖 他 每差10倍 他會少20dB左右 OK 那 他 0dB的意思就是說 就算是開回路增益 我就算輸入這麼高的頻率 他 就不會做到放大 OK 他不會有放大功能 所以 他的頻寬 我們可以說 他的頻寬大概 他的頻寬 其實很難去定義 因為開回路增益 其實應該 沒有人在定頻寬 不過 各位可以發現 這個頻寬 並不是說我輸入一個什麼幾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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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東西 他 這個訊號還是可以放大 這個頻寬應該是說 這個頻寬是有限的 在 在 在 你出入訊號在 1Mega 到 到 大概 10 大概 1MHz到10MHz中間 這個 這個區域裡面 大概還可以都算是 他 OPS算是一個理想的 OPS 可是如果你的 輸入訊號 大 比這個大超過十倍的話 它就不是一個你想的OP了 這張圖給各位的觀念就是 它頻寬是有線的 而且它的增益也不可能 像我們定義的像無線大這樣 然後 必回路 必回路的話 就是一樣 這個β以後 那 那 是從輸出端取一些 取電壓後的電流 然後再把它滾到輸出端這邊 滾到輸出端進來 然後 這個公司再下一張投影片會倒出來 然後我們稍微 稍微簡化一下 當 這個數字 因為AOP10的5次方 算很大 β應該通常都是在 看你怎麼樣設計那個電路 應該都不會太巧 所以這個乘出來的數值 通常 β乘以AOL 這個東西 OP10還是很大 那這樣子的話 就可以做簡化成大概 β1分之1 那β的表示方式 就是取決於你的回收電路 的 的方式 的 回收 回收的四種 OK 取決於你的回收的tapology 它的架構 OK 下一張 那 剛剛那個 剛剛我剛剛講的那個公司 可以在這一頁跟下一頁 可以在這邊導到 導出來 那如果對那個公司有興趣的話 就可以稍微看一下這兩張的影片 如果 如果沒興趣我要把它調過 因為 material還是很多 OK 下一張 OK 那這個是 上一期有做過的實驗 我們有說過 他 這邊看到一個 復回收 那我們就 就說 他有一個 正端 復端 他有一個 虛短路的狀況 OK 然後 他的 然後說 他輸入 他的輸入主幹五線大 就是那個 他的輸入電流 等於0 OK 電流流進 那我們就可以列很多公式 去計算他 然後我們可以 算到最後 我們可以發現 他的 他的 整個電路的增益是 1加 R 大概就是 R2比R1 這個比例 OK 這個東西在 電路學一定有上過 OK 這個在電路學一定有上過 下一張 那 換一個角度而言 換一個角度而言 我們可以這樣想 這是用 回收的方式下去做 做解 OK 可以解 OK 那 一開始我們是 一開始 OP 我們就是要去看他的 正 正輸入跟負輸入的 電壓差 然後他是把這兩個電壓差 放大很多很多倍 OK 他把它放大很多倍 那我們現在的負輸入電壓 是從 Vout這邊過來的 可以這樣想 這個 負端輸入的電壓 是從 Vout這邊過來的 那他過來的 比例是多少 是 R1加 R2分之 R1 就是這個 的分壓 就是這個電路的分壓 就是這個點 OK 那既然是負端輸入 就有一種 相減的概念 OK 相減的概念 OK 那就是 這樣就算是不回收了 OK 那一樣 這邊 經過 利用這兩個公式 可以去做一個化解 可以做化解 然後 然後那個 假設我們立貝打 等於 R1加1 就是這樣子 假設是這樣子的話 OK 那我們一樣可以把公式 一樣可以把公式 呃 呃 呃 他的Close Loop Game 就是他 這整個系統的爭議 一樣 兩個觀點 兩個觀點 一樣是 一樣是 1加R1分之R2 OK 不會因為我們觀點不同的改變 OK 那 這邊還是要自己看 這邊要自己看 OK 這 不過 Close Loop不是我們 這個 呃 這個觀點不是我們這次 討論的重點 就是 復回收 這個東西不是我們 這次討論的重點 我們這次討論的重點 是 經過復回收之後 他的頻寬 到底會有怎樣的變化 下一段 OK 那 我們先 做一個 像做一個模型一樣 OK 那我們先把 剛剛各位有看到那個 剛剛各位有看到那個 開迴錄響應嗎 是一個這樣的 對 其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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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頻的部分 就是 他低頻這邊的部分 是已經很低了 對 他非常的 就是 他這個 OmegaL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小 所以 幾乎就是 看不到那個部分 那我們只看到 對 我們只看到這個部分而已 對 只看到右邊的部分 大概 開迴錄響應是這個樣子 那我們用 數學的模型去建構它的話 我們用數學的模型去建構它的 Transfer Function的話 這邊 可以拆成三個部分來看 第一個是 High Pass High Pass 是表示前面這邊 第一屏的部分 第一屏是 這是一個High Pass 這邊是一個High Pass 第一屏被濾掉 高屏 保留度 OK 那這邊是個High Pass 然後這個Am的第一屏是 這 這一個 這是中頻帶 這平台的這邊 中頻帶的 增益的量 增益的量 OK 然後 一樣 在高屏的地方的話 在高屏的地方 它是一個 低通力過器 低通力過器 OK 那它 有三個 它有兩個 它有兩個 它有兩個極點 它有兩個極點 把它設為 Omega L 跟Omega High 這是比較低的這個極點 跟比較高的這個極點 OK 這個圖要清楚一下 這個圖要清楚 這個圖要清楚 這個圖的意義要清楚 那個 我是把一個 假設這是一個OP的 頻率響應的圖 那我看了這個 頻率響應的圖 我去建構它的transfer function 這是可以做得到的 只要我們看得到一個 一個波德圖的 的頻率響應的圖 我們可以去建構它的 那個轉彈數 這是可以做得到的 OK 那把它進入出來 我們可以做一些其他的分析 這樣子 OK 那我們等一下還是要引用 還是要引用剛剛 推導出來的這個公式 推導出來的這個公式 就是Curl's Loop Game 就是有回收的 有回收的 爭議跟 跟開回路爭議 它是有一定的關係的 然後它的關係是 剛剛有稍微 前兩張後影片有推到的 下一張 可以講 那 在高頻的部分 給各位一個助額 在高頻的部分 給各位一個助額 在高頻的部分 它長得比較像低通力波器 OK 它把這一項幾乎 OK 為什麼 因為它已經設定了一個導件 這個導件 對 我們這項幾乎不看 只看低通力波器的部分 OK 那它的開回路爭議 變成這個樣子 它開回路爭議 變成 假設模特成這個樣子 就是在高頻的狀況下 它模特成這個樣子的話 那我們把它帶進 Curl's Loop Game 的這個公式裡面的話 就是 A of S 是 這個公式 把它帶到這裡面來 然後 然後 經過了一連串 複雜的推導 我已經稍微幫各位整理了一下 我已經稍微幫各位整理了一下 OK 然後 一樣 還是沒有改變 你的 中頻的爭議 一樣 出來還是 配導人之一 這是 是不會變的 就是你的中頻的爭議 就是中頻的爭議 只取決於你的 你回收網路 這個是回收網路 所決定的 貝達是你回收網路 所決定的 那 你的 你的 你的基點 它會跟著產生變化 你的基點會跟著產生變化 你的基點會跟著產生變化 然後它的關鍵是 它的關鍵是 應該是 變大吧 它乘一個 這個 AM 應該算是大吧 應該 大家要 對這些數值要 以後要有點概念 有點 稍微有點概念 OK 這個乘出來 其實應該會是 大於1的東西 應該會是大於1 所以 所以 它應該是會 別 所以結論在這裡 這個東西 這個是我們的game game比較大 貝達 貝達 比較小 比較小 貝達變小 這邊變小 這個 你的 你的 你的那個 嗯 另外那個3D 就比較高明的那個3DV點會變小 OK 所以 這個錯的嗎 那個上面打錯 你確定 變變小 一塊變大 變變小 一塊 對 相等的 不是 game變大 平方變大 game變小 平方變大 在這個裡面game是變小 平方變大 哦 好 在這邊 不好意思 game是變小 相反的一樣的意思 OK 在這邊game是變小 平方變大 一樣的意思 對 OK 好 下一張一樣的方法 我們去看 第一瓶就是高通濾波器的部分 通濾波器的部分 通濾波器的部分 OK 那 這邊 就是game變小 嗯 哦 這邊寫錯了 game變小 W 哦 OmegaL 就是 這個 D的3DV點這個 你用變小 這個寫錯 看這裡 對 對 這邊 平方變小 這邊 平方變小 OK 這裡是game變小 對 這裡 就除了這個範圍 除這個範圍 就除這個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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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加二一邊 對 所以這個結論是 game變小 game變小 不好意思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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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L 就是 比較低的那個3DV點 也會變小 OK 那 下一張 這 各位比較清楚一點 本來我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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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en Loop Game 是 我們 model成這個樣子 可是我們經過了回收之後 它在中頻的增益 我們把它變小了 中頻的增益 因為回收網路的關係 我們把中頻的增益 把它變小了 可是我們的3DV點 一樣 兩邊的3DV點 會往外拉開 有的是說 我們的 有的是說 我們的 我們的 增益變小 我們的 平光會變大 我們剛剛 這幾張朋友影片 是為了要證明這件事情 然後數學的東西 讓各位 回去看 那各位要有這個概念 就是說 平 寬比較大的 原件 它的game可能會比較小一點 這是無法改變的 這是無法改變的 幾乎 這應該是無法改變的 對 OK 好 下一張 OK OK 那這是我們 這是我們 十做一要做的東西 十做一要做的東西 那我們會去看 Open Loop Game 是這一條 這一條曲線 那 我們 會讓各位去量 80dB 就是十的四十方 就是 我們讓我們的 避回路增益 是80dB 十的四十方 那它的平框 會比 開回路增益 稍微再大一點點 那 你的增益變小 你的平框 平框怎麼看 平框是 可以這樣 3dB 大概在這裡 在這裡 平框 會變大一點 就是 這一段 我們都可以算它是放大 所以 在 在 在 四十dB的時候 我們平框可以到這麼大 平框可以到 四十dB的時候 可以在這麼大 二十dB的時候 可以到這麼大 有意思說 平框 對 Gain 比較低一點 我平框可以設計比較大 平框可以開會比較大一點 那 那 Gain要用多少 平框要用多少 我都取決於設計者 他自己設計的需求 對 我可能這個設計 我希望我的平框要大一點 那 我就要有所取捨 對 OK 對 OK 跟人生一樣 下一張 好 那 這是 實驗 這十座二的東西 十座二的東西 那 十座二 對 這個 這個柿子 這個柿子 對 這一個 點 做 KCL 對 這邊的電流 等於 等一下 Bi 除以 R1 Bi 除以 R1 Bi 除以 RF 不好意思 這邊 這邊要多補一顆RF 這樣子 這邊要多補一顆RF 可是 可是 理想的 理想的 積分器的話 RF是很大的 RF是很大的 所以我應該是一樣 應該是這樣的想法 我把它拿掉了 OK 所以 所以這個項可以余余用 你看 所以只剩這兩項 OK 那我 如果各位有音獎頁 我十點放了獎頁的話 我這裡 我很少兩個負號 OK 各位回去更正一下 OK 那 這樣子推出來的話 這樣推出來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它的頻率響應 它的頻率響應 長這個樣子 那我們把它取決位置的話 嗯 也不用取決位置 我們直接這樣看好了 頻率比較大的話 頻率比較大的話 它取決位置 它的數值會比較小 表示 其實 一個理想的積分器 一個理想的積分器 它是一個 低空的濾波器 一個理想的積分器 其實算是一個低空的濾波器 OK 那 那 它 會造成 輸入訊號 會造成輸入訊號 因為它是一個inverting的狀況 所以 它會造成 90度的 90度 震的領先 它會造成它領先 OK 那各位 如果去找 網路上找一些 什麼 這個看不懂 OK 可能去網路上找一些 找一些資料 我們這個接法 我們這個接法 是 反向放大器的接法 我們這個接法 是反向放大器的接法 你在網路上找 有可能找到 同向放大器的接法 這個會差180度 這個角度會差180度 一個是inverting 一個是反向 一個是沒反向 對 反向的積分器跟沒有反向的積分器 差了180度 OK 那各位去找資料的時候 小心一點 那個 線路圖要看清楚 這是 這個算是 反向放大器 一個電阻 兩個電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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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例 這個阻礦跟這個阻礦的比例 OK 好 下一張 OK 那這個 如果是電阻系的同學 電阻系 A-Balance 你們應該有看過 低通率 一樣 低頻 的 上面這個地方是 輸出 輸出正幅的大小 下面這個是 它的角度 就是它領先 或者是落後 正的是領先 負的是落後 低頻的部分 一樣 低頻的部分 它保留住 高頻的部分 把它滅掉 OK 那角度一直維持著 90度 一直維持著 正90度 是090度的狀況 OK 那這 剛剛講的是 ideal的狀況 是RF很大很大很大的狀況下 可是 我們在這個實驗上 我們有加上一個回收的電阻 RF 下一張 OK 我們在這邊加一個 100K 100K算很大 可是沒有大到 幾乎的無限大 它會對這個電路造成一點影響 那 一樣 是對這個臉做 PayCL 一樣是對這個臉做 PayCL 那 主抗 兩個主抗 並連 OK 電路學交過了 我們直接跳到 那個 它的圈 直接看到它 看它的那個 正弧的 方程式 OK 那 一樣 一樣 這邊 有一點變化的是 這邊多了一個 這邊多了一個幾點 不好意思 這裡多了一個幾點 這裡多了一個幾點 然後 其實 假設我們 假設這個數值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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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的話 它其實 可以看成一個 反向放大器 OK 它其實可以看成一個反向放大器 可是 它 這個數值 變 大 的時候 這個數值變大的時候 它又會像一個 幾分器 OK 我們看一下平虎 下一張 OK 在低頻的時候 在 輸入頻率是低頻的時候 輸入頻率低頻的時候 上一張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謝謝 謝謝 是這張 輸入頻率是低頻的時候 這個像是非常的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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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像是非常的小 這像是非常的小 表示它不會影響 雖然是取絕對值 它不會影響到這邊的 這邊的絕對值 那 既然這邊沒有影響的話 它其實可以看成1 就是像這樣 那 它的增益是多少 rf除以r1 就其實等於這個不要看 它就像那個反正放大器 OK 這是在低頻的狀況下 那高頻的狀況下 會是怎麼樣 下一張 高頻的狀況下 我們剛剛有看到 那個積分器的頻譜是 一條 那個波德圖是一條直線 通過一個極點而已 它是一條直線 然後 這個地方看起來就像 積分器 因為它的 它的頻率越高 它的 你速度頻率越高 它的震幅 速度的震幅會比較低 而且 它的角度 回到幾度了 OK 我要講一次喔 在低頻 在我們加了rf之後 那顆i 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就是在低頻 我們速度低頻的訊號的時候 它會像一個 反向的放大器 這邊 各位看到這邊是40db 它放大了 就是放大了 100db 不好意思 上一張機器 我看一下 就是等於我們這個東西不看 100除以 100db 100db 阿區一點點想說 我也領先你半圈 反正都是在同一個圓形的歐道上面 OK 那 在高頻 我們輸入訊號是比較高頻的時候 它 它就會像 積分器 它就會像積分器 它的角度會變成 領先90度 OK 那我們看到這邊 就是一個 這邊 是一個級別 OK 下一張 好 剛剛是積分器 那我們這邊是微分器 OK 那一樣是對這一點做 一樣是對這一點做 對 要做KCL OK 那其他有一些數學的東西的話 就大家回去看 維分器 下一張 OK 理想微分器 它 是一個高通的濾過器 理想微分器 它是高通濾過器 低頻 它把它濾掉 高頻 把它留整 OK 幫你把它留整 然後 因為它是一個反向的 微分器 不好意思 它是一個反向的微分器 所以 這邊是 負90度 不過後90度 如果它是正向的接法 這邊就是正流程度 OK 剛剛 不好意思上一張 一樣 它是 訊號是從負端這邊 輸進去 它是一個反向的接法 OK 好 下一張 謝謝 那 那 很可惜的 我們這邊 又 給它加了一個R1 在這裡 加了一個R1 加了一個R1 一樣會對那個人的屁股做 會有一點影響 OK 那 會有怎樣 那 Transfer Function 倒在這邊有各位 OK 倒在這邊有各位 然後 它的推導有一點點 沒有 一樣 對這一點做KCL OK 不用覺得應該都有上錯 OK 那我們直接挑到結論好了 下一張 那 在低頻的時候 它 比較低頻的時候 我們剛剛看到 我們 理想的微分器的頻譜是一條直線 是一條直線 然後 角度是-90度 OK 那 在低頻的時候 它符合這樣的狀況 在低頻的時候 它比較像微分器 可是 我們輸入訊號頻率 越來越高的時候 輸入訊號頻率 輸入訊號頻率越來越高的時候 這邊 又 像 一個反向碰納器 OK 因為你看這邊 增益是 一樣 40dB 我還是上一張 40dB的打油是 100出於 可以這樣看嗎 100出於1 100出於1 100倍 40dB 那 角度呢 -180度 多後180度 OK 那 這是加了R1的變化 那其實 其實 各位如果 在做實驗的時候 它會有一點點 它會有一點不太一樣的結果 OK 那這個不太一樣的結果 等各位做實驗的時候 讓助教友再跟你們講 不過 輸入頻率 再更高的話 其實 它會像 又像積分器一樣 它會再跳下來 這一段的頻率 會像積分器一樣 大概在100K 左右 大概在 我們會做到這個數據 這組數據 大概在100K的時候 輸訊到100K的時候 它特性 又像積分器了 為什麼一個微分器到 輸訊很高的時候 會變成一個積分器 理由是 其實 OP OP的關係 OP它的 頻率 沒有辦法 成長那麼高 OK 那 這個由 你們助教跟你們講 OK 那那個 積分器 微分器 積分器 那是 剛剛我們講的 積分器 微分器 應該是Lav 2 然後 是Lav 3 這個 是2階 2階的 OK 那各位在 現在幾分了 不知道幾分 現在第幾頁啊 36 欸 那我們可以慢慢講 好 我真的 我跟我上一次 我跟我上一次上課不太一樣 我看到很多人很疑惑 那我現在盡量不要去看你們的眼神 我就把你們 以後的眼神可以忽略掉 反正 就是覺得怎麼樣 你自己看 好 好 沒關係 那 這邊給大家講 2階的 2階的 2階的意思是說 這邊 那個 Transfer Function有到 S的平方向 OK 那表示說 它有可能有兩個幾點 兩個0點這樣子 那是算2階的電路 那 2階的話 各位在做 各位在 期末中間裡做那個 做到大聖風的時候 應該 有人用2階的 然後聲音還不錯 他們是用 RLC兜出來 RLC兜出來 就是一個2階的電路 OK 那那個聲音是還不錯 那 大部分的人 都是 RC 接一個 D同接一個 後面就結束了 那個聲音會比較差一點點 那 那個 差那麼一點點的原因 就是因為2階的 2階的電路的頻率響應 它的斜率 可以做得比較陡一點 就是它可以把 雜訊 跟我要留下的訊號 把它分離得很清楚 OK 這就是 這就是1階電路沒有辦法 的能力 能力的問題 當然 3階4階電路 當然它可以做得更好 OK 那我們今天討論到2階電路 那2階電路的 Transfer Function 大概會長成 如果是Low Pass 大概是長這個樣子 然後 High Band Pass的話 這邊多一個0點 這邊多一個 這邊多一個S 然後 High Pass的話 這邊兩個S 就是 在分母 分子的部分 OK 大概 可以寫成 Low Pass Band Pass High Pass 這三種 這三種 可以寫成 這三種 General Form OK 那下面這三張圖 這下面三張圖 的意思是說 這邊 它有定義Q Q的意思就是說 Q比較大一點 可以做的比較陡峭 就是Q值大的話 是嗎 Q值大的話 可以做比較陡峭一點的 就是 頻寬可以 怎麼講 就是訊號 我要留的訊號 跟我要的雜菌 可以留的比較 分離 分離度比較好一點 OK 分離度比較好一點 應該是這樣子 然後 Q值比較小的話 它會比較平緩一點 Q值比較小 會比較平緩一點 OK 好 那 沒關係 我們等一下再回來看這三張圖 這張 PowerPoint 最主要是 Low Pass Band Pass Type Pass 這三種 這三種 六波器大概可以寫成這樣子的同時 OK 大概寫成這樣子的同時 那我們 這個 Q值 這邊 Q值 跟Omega0 等一下到下一張圖文篇 我們再做解釋 這解釋這兩個圖文篇 OK 下一張圖文篇 OK 那 Omega0 是 這是一個二階的 二階的 Band Pass Builder OK Omega0跟我們 以前在一階的那邊的 不太一樣 Omega0 是 它定義叫 中央頻率 就是 最高的這一點對下的頻率 可是 這個頻率絕對不是3dB 它是最高的這個點 它是 正義最高的這個點 那3dB點 Omega1 跟Omega2 是可以 算出來的 那 算出來這麼多 我 我把它 超成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 把它放到我路上 大家自己下 想要看 再來看 OK 那 有一個比較大的 是 這一串 加 2Q分之 Omega0 OK 那 比較小的 就是 這一串 減2Q分之 Omega0 一個比較大一點 一個比較小一點 因為它是 Band Pass Band Pass 會有兩個3dB點 會有兩個3dB點 OK 那 其實我們在 之前 在 電光系 會知道 在期末操作考 我考一個 讓它去量頻寬 我們頻寬的定義就是 兩個3dB點 中間這一段 就是 表示說 我們可以傳送 訊號 的頻段 OK 那 Omega2 -Omega1 就是我們的頻寬 那 反正 這一串 都長得一樣 這串 都長得一樣 那 比較不一樣的 只有這裡 OK 那 Omega2-Omega1 就會剛好是 Q分之 Omega0 我們 不好意思 可以上一張 Q分之 Omega0 假設我們真的可以去 把我們的柿子化解成 這麼 完美的柿子化 中間 這個相似 其實就是 我們的頻寬 中間這個相似 就是我們的頻寬 那 有頻寬 那就會比較好設計 我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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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濾波器 假設我們的訊號 在 好 我們訊號 我們要保留 我們要保留 500赫 500赫兹 那我想要 濾掉 我想要濾掉 可能10K的雜菌 OK 那 我頻寬要多少 這樣就算得出來 OK Omega0 要保持在多少 Omega0 就把它設定在500 假設一個 這是實際的狀況 Omega0 是我要保留500赫兹 我當然就設500 OK 那頻寬 多少 取決於我的 Quality 我到底要讓這個 我到底要讓這一個 到底要多 陡俏 要到底要多陡俏 那 500跟 10K可能離得很遠 500赫兹 的訊號 跟10K的雜訊 可能離得很遠 那我不需要用到 這麼陡俏的 我不需要用到 這麼陡俏的 的 濾波器 OK 那我可能用一個 頻寬的濾波器 那我Q值就用小一點 Q值就用小一點就好了 OK 那 這是一個 設計 濾波器的流程 就是 那 有了之後 我們東西 會比較好去分析 或者是 幫助我們做計算 然後 這個 這個 這個三個東西 如果各位想要玩的話 那個 測試 測試的 MANLAB的軟體 我正在封測中 OK 今天晚上應該會好 對對對 那我再測一下 好 好 那個 下一張 再下一張 反正 各位記住 這個頻寬 就是 Q跟Omega OK Q跟Omega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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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記得 預報好像會 讓各位去設計 Q的樣子 對 然後 然後 這些 定義大家稍微看一下 好 那 這些定義大家稍微看一下 好 OK 下一張 那 剛剛我們講的是Bandpad 那Lowpass 部分 就在這邊 OK 那Lowpass 在這邊 然後 在網路上有些 他已經幫你算了 然後他這邊會稍微 復起來 高一點點 OK 高一點點 這個 都是用數學可以推出來 只是 每次推出來 都會像這樣 一大張紙 都會像這樣 一大張紙 所以就 就我這邊 就只做 我們拿Bandpad 來做一個example 來做幾張解 這樣就好了 OK 那 那我們會接的電路 應該是 就是這一個 是這一個 我們會接一個 二階的低通濾波器 然後 這個 這個高度 其實 這算是有點 這個是在那個高等電子 實驗裡面 就是 這個高度是一個 設計的參數 然後這個 這個寫率也是一個 重要的設計參數 然後 然後 這邊這個 這邊這個 就是這邊高寫的部分 跟這邊剩下的部分 也都是一些 重要的設計參數 然後 然後 嗯 沒關係 下一張 講那麼多 好 下一張 剛剛那個是 就是Lowpass 我們基本上 也介紹Bandpass 然後 有一些補充的資料 我會再放到網上 如果各位有興趣 就可以 可以看 那其實 各位只要再 把這個投影片 訂過應該就是 比較沒有問題 OK 那 這個電路就比較 跟 比上學期的東西複雜了 因為 有兩顆電容 然後有兩顆電子 然後又回收來 回收去的 然後大家都知道怎麼算 OK 那給各位 兩 給各位一點提示 這邊 設 KCL 列 KCL 就是這個是 Bi 對 這個式子 是從這裡列 KCL 然後 這個式子 是從這裡列 KCL 然後 經過一連串的 數學的代換 這樣 登登登登 然後 各位可以 發現 各位可以 發現 好 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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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都可以 帶成這個樣子 大概可以帶成 這個樣子的形式 OK 那跟這個東西 有點像 跟這個東西有點像 那我們就可以 把這些東西 再把它做一個化檢出來 把化檢出來之後 把化檢出來之後 再去對應這一張圖 我們就可以發現 我們的Omega0 到底在哪裡 Omega0 在哪裡 那除以2的話 就是實際的 實際的頻率 實際無數 就是 試過器 缺衡器的頻率 OK 那Q值是多少 Q值是多少 可以算多少 OK 那我要怎樣 讓Q值 大一點 我們也可以做得到 OK OK Q值 大概也表示說 它比較陡俏 它比較 就是這裡的 斜率比較陡俏一點 OK 那 那到底 如果Q值不夠大的話 我們也知道怎樣 讓它比較大 OK 那 頻寬怎麼樣設定 頻寬大概 其實 大概 其實也可以看成 Omega0 如果 很ROUGH的看的話 其實也可以看成 頻寬就算 Omega0 OK 可是 它的Send-down Rrange 是定義在這個 最高的地方 好 下一張 可以 像這樣子 好 這個點 是有 打在一起的 不好意思 這個圖沒有畫的 這個點都是有打在一起 就是都有連結 這有連結 那 這個部分 是只有電空才有的 巡洋器 那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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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讓電流 或電 有 有 delay 或是領先這樣子 OK 這 只是一個小小的 大家回去稍微看一下 OK 電空看就好了 就是其他班不會做 OK 下一張 好 原住係數 自己看 好 就跟大家講一下 前面 那個電空系的課程 跟 跟這個 其他系 在 這一 像這一週 OP1的部分 有一點不一樣 所以我們的講義有兩套 那 那個 基本上 就是非電空系的同學 只要看Lab裡面 有那幾個Lab 123 1就是OP 還有包含 有Lab的比率效應 2 第二個Lab就是 積分器 微分器 第三個Lab就是 227的綠多器 這三個Lab 是非電空系的 電子實驗後的同學做的 那電空系的同學 是只有做 二界律國際 還有 還有 現下的選項器 所以他們看的是 另外一份 沃爾蘭的講義 那個講義裡面 連Lab一起在裡面 但是因為我們 助教就 預備課程就一起講 所以大家就 在下載講義的時候 認清自己要做的精神 好 OK 那這個東西 為什麼要 好 我們下降 上一張 好沒關係 這裡還是講一下 那 因為 為什麼我們喜歡用RC電路 不用LC電路 是因為L在 因為現在在温度速器 電路製作 L這個東西 是非常難做的 原件 或者是我們要用 今天 介紹這個選項器 去 去那個 去 做出一個 等效的 等效的電感出來 是因為 L這個東西 在機器電路裡面 是非常難做的 而且也不會想要去做 因為 浪費空間 浪費空間 對 空間就是錢 對IC而言的話 對 好 下一張 那 這邊的話 有幾個 這邊有幾個 比較要注意的地方 就是 有幾個點 要做 注意的 就是 這邊 這點都是有打在一起的 這點都是有接線接在一起的 建工的工具要注意一下 然後 基本上 因為 OP 應該還是可以算是一個 反正就是輸入電流等於0 那 對這一點 我們把它列 KCL的話 就可以 就是這個式 對 因為 這裡的電流 這裡的電流是0 這裡的電流是0 假設我這邊第一個 I3 從這邊流過來的話 一定會有I2從這邊流過來 就是 KCL 那 對 這個點而言的話 對這個點而言的話 這裡的電流是0 我這邊也有I4的話 電流一定還是會直接從這邊流到D OK I4等於I5 OK 那這樣子的話 然後 V1 V1 就是這個點的電壓 可以求得出來 可以 表示得出來 V2 用I3等於I2 這個方程 這個方程是 對這個地方 方程是下去劣勢的話 I3等於I2 把它拆成這個樣子的話 OK 那把這裡帶進來 經過一段化解 可以求出V2 然後 I1的話 這邊 I1的話 可以表示成 VI-VO2 VI-VO2 除以V1 OK 這個地方 可以 好啦 我這邊可以再 我回去再上傳 要變新的獎勵 新的獎勵 這邊 這邊可以在 這邊 有一點小技巧 這邊 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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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VO2 除以Z1 這邊整理完 這邊跳不跳太快 整理完之後 可以發現 我們這邊看進去的主抗 會是 這個樣子的顯示 是 Z1 比Z2 乘以Z3 比Z4 它是一個比例的狀態 OK 那 比例的狀態很好 比例的狀態很好 因為 就算我這個 就算我這個東西 數值 我可以把它做得很小 對不對 10 只要是 我要讓它 10 比1的話 我只要讓它 10比1的話 那實際的 數值 我可以把它做成 10pico 比1pico 或者10nano 比1nano 那 很小很小 因為它是個比例 它是個比 那我可以做得很小 還是可以符合那個比例 我只要符合那個比例就好 所以我 絕對的數值不一定要很大 我絕對的數值不一定要很大 我相對的數值 比例做出來 這樣就好 OK 這個對於做IC而言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對 那 那個天空系的同學 我在 Final Project的時候 做那個 Switch Capacitor 一樣 可以稍微去看一下 他的講 我做那份碰碰碰碰 一樣 它也是比例的關係 這種類比的 類比的濾波器 到最後還是 會希望做成那個樣子 對 那有興趣的話 那研究所可以修我們 西藏蔡嘉明堂社課 那 下一張 那 對於我們的實驗是長這個樣子 對於我們的實驗是長這個樣子 那 我們這邊都是看主抗 這邊都是看主抗 那 一樣 欸 剛剛的工資是長的 不好意思 Z Z1比Z2 乘以Z3比Z4 然後乘以Z5 好謝謝 OK 那表示說 Z1比 R1比R2 R1比 R1比 C2的 C2的 C2的主抗 R4 R3比R4的主抗 乘以R5的主抗 OK 變成這個樣子 OK 那它的主抗 我們經過化解了之後 可以發現 欸 這邊 這邊是個時數 這邊是個 這邊是個數值 數值乘以一個S 感覺就像我們 我們電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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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抗就是 S 在最前面 前面 前面 第一頁 第一頁 第二頁 那 我們可以用 這個樣子的方式 融理出 我們可以用這樣的方式 融理出 一個 大的這個數值 的電感出來 OK 下一張 那 這就是我們的 電動器的 Land 2的樣子 Land 2的樣子 不是 磁座2的樣子 那 那 基本上 這樣子是一個 Burn Pass的 filter OK 那 不用協同學自己回去 自己回去 OK 那我們是要 模擬這一個 電感的效益 那我們就要接 上面 前張炮碰那張圖的 電感 好 既然還有時間 我們可以讓各位 問題 我們 再從頭來吧 好 好